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第一对新人结婚 崇恩 祝福他百年好儿 幸福满满 大家鼓掌 鼓掌一下 他今天结婚 他今天宴客 所以他今天没有来 第二件事情 很快的 6月15 16号活动马上就来了 老师 下个礼拜就会回到台湾 日子过得很快 还没有报名的 赶快报名 我们先请彩王跟大家报告一下 6月15 16号活动的细节 老师 各位参访家人早安 早安 大家还有心情很期待 6月15 16号导师的课程 每次导师的课程 虽然我们都会比较忙碌了一点 为了要度人 然后引到爱的殿堂去 让更多的人来到这个系统来提升 那也许是导师的心愿 也是你的心愿 所以我们要大家 已经差不多度的人 差不多鼓起的把它引到我们这个系统 然后车子安排也差不多了 那现在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那个车子安排的第一天的 如果希望没有参加第二天 那他可能不在我们的群组里面 那下个礼拜我会公布在我们群组 坐着车子的哪一台车 然后整个的细节会在我们群组里面 那有度的人 不是 因为那个镜头 刚刚已经抵到那个 引渡他的那个人 跟他讲细节在哪里上车 时间点 然后第几号车 这个要麻烦各位 不然的话到时候 我们乘一天都已经顾好了 然后人没有上来 虽然是我们一片好意 这样子把它束缚掉了 这样子 好好辜负了天地 给我们一些爱的礼物 所以我们要大家 然后加油一下 然后 参加两天的也会公布哪一个车 哪一个车 哪一号 然后房间 包括还有吃 住方面的所有细节 我差不多下个礼拜 都完全会把它公布在我们群组上 大家看一下 那有问题 司法有跟我问一下 或者如果说你的手机会打不开的话 稍微 请问别人一下 有时候我打不开 我看不到 我的事情 那个楼庭会加重 如果说可以的话 你问一下 如果真的不可以 然后我再跟大家讲 这样子 不然的话 我有很多细节要做 因为越来越接近的时候 真的蛮多的细节要做的地方 然后还有那个吃 住的这两方面 我们第一天到 第一天讲座完的时候 我们会整个去游览车 第一天晚上 我们会到一个地方去吃和菜 那这样子的话 会叫大家回去 不然的话到旅馆 你到附近找 吃的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我们干脆 就游览车公司帮我们订核菜 不过一定要记住 那个核菜 你要吃温或者吃素 一定要登记好 不要像上次去年十二月份的时候 我明明定了吃素的 然后又去做吃温的桌子 然后这样子造成一团乱 那结果连那个司机的桌子 菜桌也被我们都中光了 这样子不好 所以大家 大家合作一下这样子 好不好 那票呢 如果说还没有回来 赶快拿回来给我 如果那个新朋友的那个铃铛也要回来给我 不然的话 我们要办法去安排车子 安排他的座位 这样子 大家合作一下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谢谢你们採訪的说明 然后那个手上有票的 还没有卖出去的 最好在下礼拜天全部交回来 下礼拜天时间 7 7月8号 6月8号 可以吗 6月8号 6月8号 6月8号是礼拜六 礼拜六 礼拜天 6月9号 手上还有票没卖出去的 6月9号 我们把大家把所有的票都带回来 那因为到时候我们要更 轻眼光网要结账 有卖出的 有卖出的要结账 这几天我就要结账 这样子 啊还有一点 那个 有一个三星人士 他提供了九张的爱心票 好 有没有人要愿意推 这九张 我现在马上拿给你 好 你要几张 2张 好 还有没有人 还有7张 赶快把他推出去 因为 这是爱心票 刚刚一个捐赠者给我 第一天的 对 第一天的 还有没有7张 赶快把他推出去 因为毕竟有人捐献嘛 有没有 有的话再私下跟我说 好 等一下风张我拿给 然后两张给你 好 然后呢 记得 我们那一天早上一大早就出发了 对 但大家不用准备早餐 因为备有早餐 备有早餐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早餐的问题 好 谢谢大家 日子再过真的很快 下一个礼拜老师马上就回到台湾 然后在导读之前 先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昨天我们到屏東莽寮 出场经义会 然后有一个爸爸带了一个儿子来参加经义会 然后听了他的故事 我心里面真的有一点气息的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儿肠 好像就被外引不去 结果呢 每天在家里 他几乎都没办法控制他自己 所以很可怜 到现在都已经快二十岁了 结果呢 都没有办法抖出 所以他到现在是怎么样 没担心 然后他 他爸爸带他来 因为他爸爸很想说 看看你有机会去帮助他这个儿子 所以他爸爸很认真 才接触三天 已经把老师的书看了三本 看完三本 然后也开始在做性化 然后他爸爸昨天把他这个儿子带到经义会的现场 然后呢 我们在指示经义会的过程里面 他一直没办法静下来 然后呢 还一直在打手势 然后一直在呼喊 好像一直都进不下来 然后呢 他爸爸一直在安堂 希望他这个现象不要太严重 因为这个现象太严重 怕他等一下会影响我们经会的惊息 所以还好 还不是很严重 然后我心里面我就在想 因为当时就在想 应该 因为他没有告诉我 他有外灵疫情 但是我们看了他的脊子 我们也知道他应该是有外灵疫情 然后当下我本来是很快要帮他送给他一个太阳柱的思天想念 但是我心里面我又在想 因为这个一带上去 大家都知道这个能量很强 那我怕他身上那个外灵会怎样 会受不了 他一定会搞不好会有怎样更激烈的动作 我很怕 因为我怕我说马上送给他一带 搞不好有更激烈的动作的话 那在经过程里面没办法很平静的死 所以我就一直没有送给他 没有请他带上 然后就一直一直死 到最后剩下差不多20分钟的时候 我就开始想一下 应该是送的司机 因为那个时候 如果他真的怀疑很大的时候 再来处理 应该也不会影响精英会 后面进行的诚心很多 所以那个沙拉间 我就把这个太阳的书间 就交给他爸爸 我说前他爸爸赶快 把这个太阳书间的项链 在他儿子身上挂上 结果他爸爸一接过以后马上给他挂上 结果一挂上以后 事情不是我们想这样 他一挂上的时候他怎样 马上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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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马上怎样 秒睡 所有的集职 什么都没有了 会打手术 要起来叫 忽然都没有 就变成 静静的就在那边 然后就秒睡 然后他爸爸一看 怎么会这么平静 然后跟爸爸怕他感到 因为那个有开冷气 那爸爸趕快跟他上上一套 所以这个我们就发现 哇 这个太阳书间项链太神奇了吧 这样一个小孩子的外人入侵 结果戴上这个太阳项链 他那个大那间那个整个 这个状况马上等一下好像就被捆下来 那我当初的担忧好像都是变成什么 抖云的 因为我们也有碰过 我们曾经也有碰过他身上也有外人 如果戴上去以后他等一下浑身会不舒服 因为他那个外人一直在挣扎 我们也通过这样的现象 所以我们也很怕 很怕这个现象 就像我们曾经也讲过 湖内那个也是一个案例 他也是一样 他老公一样睡不着 然后他第一次去当家经营会的时候 他也是很高兴 他也是摸到一个太阳的初天墙面 然后他一带回去以后 因为他老公又在洗身又有很多毛病 然后几乎晚上都睡不着 都没办法睡 结果他回去以后 他就叫他老公来上班 他说他老公三天精神都很好 而且都很好睡 那他就很高兴 这个怎么这么神奇 然后有一天他就跟我们讲 有一天很奇怪 他老公就吃完饭 就跟他讲说他想去睡觉 可是都睡不着 然后睡不着 他就想奇怪 为什么今天会这样 然后他就跟他老公讲 因为他老公已经很久 可是好像有一个人告诉我 他就跟他老公 然后他就跟他老公讲 那你再去吃两个饭饭 然后去睡觉吧 结果他老公就跟他讲 可是他因为他身上有戴一个太阳四天的项链 然后他就跟他老公讲 可是好像有一个人告诉我 我要戴这个 要到哪儿地啊 因为他身上有戴一个太阳四天的项链 要他把这个苏天项链拿进去 然后他老婆就一直跟他老婆讲 他不要再拿到他拿掉 结果他老婆就跟他讲 不可以 你还是要戴一个 因为你第一次戴一个 到现在你都有感觉很棒 你的精神都很好 那今天为什么一直不想戴呢 所以他老婆就不允许他把这个苏天项链拿掉 好 然后他老婆就好 没关系 你就带这个老婆去睡觉 结果隔天早上起来 事情发生 他老公等于倒在那个床底下过室 结果早上起来一看 他老公把这个太阳镶链拿掉 放在床头上 所以我们从这些案件就了解到 这个太阳四天他有没有保护作用 有很强对不对 你看连负能量要找他讨报 看到有这个他都怎样 他都不敢 还一直要他怎样 心叫他把这个怎样 拿掉 所以他一讲这个 哇这个问题也是太神奇了吧 连这个都要拿掉 然后他才有办法讨报 对不对 对 然后你看在我们曾经也讲过台北有一个家人 是国东生过世了 对不对 他国东生过世了 过世以后他就在 他都知道过世以后 因为他是国东生过世 那就是没有圆满他有罪 他就被关在一个牢里面 然后他也很渴望怎么样 有粗 对不对 然后他就到处打听 看看他的亲人里面有哪一个人怎样 在修钞 因为他知道整个灵界大家都在找什么 都要找修钞 他阿姨有在超马系统里面修 结果来 他就很渴望 所以我们老师讲的都是真实不希望 现在人神鬼都要修这个系统 所以大家在灵界一样 只要大家都在想办法怎么样 想跟超马系统怎么样 沾上帝 所以他这个外甥就怎么样 就他看阿姨的梦中跟阿姨 你是不是在超马系统里面修 他阿姨说 对啊 然后他就跟他讲过 他现在在灵界过的美国 然后他希望你干 赶快你出 然后请他阿姨怎么样 赶快做一些功德 然后他阿姨心里面就想做 那做最快的功德是什么 是注意書最快的 注意書 然后马上你就可以拿到功德 结果你知道他怎么跟他阿姨讲 他说不要 我不要你修音说 然后他还说不能 我要你去渡人 他要他阿姨去渡人 好 那他阿姨又讲 只是渡人 人不是那么好渡 然后我要给你很大的功德 要渡很多人 但是渡人不需要渡人 所以我也不敢跟你说 我能渡多少可以帮你 然后他就跟他阿姨讲说 你不必担忧 我会尽全力的帮助你 他就这样跟他阿姨讲 诶 他一定都 居然是假的 你尽全力帮助我 那他就问他阿姨 诶 4月26号 彰化是不是有一场爱与感恩出席 你讲过 他说对 你就是渡人去参加这场爱与感恩出席 他阿姨就在心里面就在想 那这一场爱与感恩想问 我要渡多少 对不对 他很小 结果他阿姨就已经试过了 在他这个外孙妹来找他的时候 他阿姨已经都已经到处在渡人 可是都等了 好像全校都不好 结果来 看 自从他外孙妹来跟他讲以后 他渡人怎样 很顺利 很快很顺利 他阿姨心里面的概念 真的是他帮的忙吗 你知道他阿姨要渡了多少人去参加这两位 大家知道吗 他阿姨一个人渡了多少人 他去这一场爱与感恩出席 渡了150几位 一场吞响会 他阿姨就做了150几位 哇 那他阿姨就心里面想 哇 怎么这么这么快啊 那他阿姨一直在怀疑 真的是我外孙帮的忙吗 那他阿姨就要死 他怎么死 他肥虎来讲 我们今天要去度蹄结 然后我们就等三个人去跟蹄结一下 那讲完了以后就请蹄结去参加这个爱与感恩出席 结果那个蹄结 我们三个去跟他讲 他都要死 怎么讲都怎样 就输不去就是不去 那这三个人就怎样 点头大应了 所以要去看一下这个爱与感恩出席 那他阿姨讲 哇 怎么这么神奇 然后他阿姨心里面有点小 应该是巧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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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这么神奇的事吧 应该是巧合 好 然后他阿姨也不太相信 他阿姨就心里面有点小 我再试一次 他阿姨又一说 我再试一次 然后他们又出去 又在路上又碰到的人 然后他阿姨又要死 就找了另外一个家人 就旅行去跟他讲 都他到16、16的爱与感恩进行互相会 然后呢 这个家人就一样拿着DM去跟路人讲 因为我讲两讲讲的很久 怎样 诶 还是无效啊 这个路人还是怎样 这个陌生人这个朋友 还是一样不会去啊 不想去啊 然后他阿姨说 我去会有效啊 他阿姨还是纯德发育的太多了 但是他讲 我真的要去硬证一下 真的是不是有效 结果呢 他阿姨就怎样 诶 一样拿着这个DM 诶 就赶快 他们退后会儿 他要赶快接着下去 同样拿着DM 然后就上去 就跟这个陌生的路人就开始打 诶 结果最后呢 这个路人怎样 诶 一样答应了 说要去担交 这个爱与感恩心 喜乎乔慧 然后他阿姨就说 这下我相信绝对有什么 无奇的能量在帮 不然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今天就是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不要小看 这个太陽是不是很好 这个能量真的可以抢 就像走为这个永德讲 这个比2万块的能量还抢好几倍 所以他现在买2万块的能量 他现在都不带 他现在都是带这个 所以我们要了解 所以因为昨天发生了这么一个故事 所以就来跟大家看一下 好 谢谢大家 然后我们今天有几位新朋友 然后我们先请新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让大家认识一下 好吗 夏夏熙大家好 好 我第一次来 我是在对面那个害者记的担保权 是刚好很多世界跟我们绝缘 我是说今天来看看这样 当然我有时间 我们是下午的班 好 好 谢谢 谢谢 我这样接到的书好像很久了 很久了 你还祖宗会要书的 我记得有影响 好 欢迎你 叫什么名字 汉森 好 欢迎你 还有 老师 各位 学姐学长 我就是 礼拜四来这边 来那个 就来 看看 然后 觉得不错 然后我今天是 好像已经参加第二次了 对 对 我的名字叫 明年 张明年 工康张明 这个名 演讲的 好 啊 请以后 各位家人 就帮忙 好 谢谢各位 好 谢谢 谢谢 好 来 老师 各位家人大家好 好 我是黄彩旋 我也是第二次来这边 第一次来以后 感觉还很不错 所以我以为是第一次的 跟这一次是同样的 其实在这的时候上课不一样的 可是来这边家人都很亲切 而且在路上遇见大家的文 所以我觉得 参加这个团体让我觉得很快乐 谢谢大家 好 欢迎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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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来 一生生昨天晚上跟我讲 所以有一个分享会 去年就有人跟我讲 我以为 安怀不好 所以就 没有记在心里 昨天那晚上他讲 他说去那边 感受一下 我说好 就答应 他说今天来这个 读书会 我说你好 你来看看 我姓梁叫梁书贞 好 我从广东过来 广东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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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嫁来台湾的吗 对啦 十几年了 好 过得很不好 哈哈 心里很糟糕 我这段时间没办法睡 哦 没办法睡 睡不着 来 回去 超级生命了 把它放在枕头下 喝汤梁书贞 昨天晚上 他跟我讲 他说 去感受一下 我说好 那我去感应一下 对 好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 好 因为 我们大家都知道 老师的每一本书都有能量 那都可以睡书 可以治好安眠 对 治好失眠 浪费安眠 那 有时候我们在跟人家介绍的时候 人家会怎样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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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有一個案例 有一個家人 失眠27年 他每天要睡覺 一定要吃安眠料 至少要吃兩顆 他如果沒有吃 他那一天晚上絕對沒辦法睡覺 然後就有一個家人 就讓他超級生命密碼這個書 這個系統很棒 然後他說 棒在哪裡? 他就說 你有什麼狀況 這個人就跟他講 我已經27年沒辦法好好睡覺 然後這個家人跟他講 小事一座 他說 你也在想學 我27年沒辦法去學校 以前都沒辦法改革 你跟我說小事一座 他說 那個家人告訴他 講態度沒有意義 過幾次 他就告訴他 過幾次 他說 你回去把超級生命密碼這個書 放在枕頭下睡覺 可以幫助阿妹 你說 你是講真還是講假 你說 講太多文憶 回去一試 結果這個家人就回憶 第一天 他就把書怎樣 因為他不太有心情 他還是要吃阿米 然後他心裡面想 我少吃一顆 我吃一顆就好 然後又把書放在枕頭下睡覺 結果他第一天 到下半夜他睡著了 下半夜真的睡著了 隔天早上一起來發現 好像睡的品質還不錯 他感覺睡起來精神挺好 這是第一天 然後第二天 他心裡面想 昨天這個狀況好像有點改善了 那我今天來試一下 不吃阿妹一樣 睡一睡看 第二天 他就不吃阿妹一樣 結果第二天 他也睡得很沉 他發現 真的 好像他的睡原品質怎樣 改善 然後他就很高興 因為第二天 他沒有吃阿妹一樣 第三天 他就繼續睡 結果第三天 你知道嗎 他睡到差一點起不來 因為一到起來的時候 已經七點多 早就發現 他這麼晚都差一點都來不及上班 第三天 他就睡到七點多才起床 差一點來不及上班 結果第四天 他又繼續睡 結果睡了發現怎樣 一樣 睡到早上七點才起床 哇 他這下 他怕了一個 第五天怎樣 他不敢 他不敢怎樣 這樣睡了 他在第五天他怎樣 旁邊擺個鬧鐘 因為他怕怎樣 睡過頭 所以從第五天開始 他就怎樣 每天都一覺到大天 就這麼簡單 五天至好他怎樣 27年的失明 結果他相信 哇 這一本書衛冕太神奇了吧 那為什麼 因為老實說 他的每一本書都有能量 然後還裝著隱形密碼 然後他會幫你打開什麼開關 不知道 老實講 看你有沒有好好的去貫通這一本書 重點是這個 然後你貫通的這一本書 我們在《超級生命密碼》第三頁裡面 這十三項 你都能怎樣 就可以不求自得 然後當我們在看第三頁的時候 很多人就講什麼 你們在講憲果 一本書可以讓你達到十三項的 什麼兒女成器 財富自由 家庭幸福美滿 裡面講的這十三項 你們講的都屬憲 一本書能夠達到這麼多的功能 對不對 可是老實講的 只要你儒化實修 去實證 這一切都可以 那也有很多人都已經印證到 所以我們講的 超越生命密碼系統好不好 很好 然後重點是老師講的 你必須要怎樣 儒化實修 你儒化實修了 你想要得到的一切 應該都沒什麼問題 這就是一個重點 好 謝謝大家 那我們今天就開始來導讀 我們今天要導讀的是 幸福跟著來 201頁 來 音質都請 我剛剛講的愛心票 可以大家如果說在台北、桃園、那邊有朋友 也可以直接送給他們 看有沒有 如果有的話 趕快跟我說 因為很難得的機會 剛好在桃園地區 那桃園如果說你有親戚朋友 鼓勵他們去 他究竟可以 說不定這樣子就可以幫他提升了裡面 就可以當成一場的演唱會 而且又很有質感的演唱會 不像外面的唱吉他回來 可能也沒有辦法評估你的所有的心情 謝謝 好 謝謝 那我們打開201頁 我們今天要導讀的是兩個章節 一個4-30 一個4-31 好 我們先從品節 找讀4-30 深呼吸 稀釋能量長 讀者提問 我一口氣讀完老師所寫的超級生命密碼 超級生活密碼以及超級健康密碼 書中字字足跡 愛不適成 但每次練習其中心法時 心中總有許多話想吶喊 不知如此的狀況是否正確 太陽聖得導師解答 非常感謝你對超級生命密碼重塑的後輩 衷心期盼這些書籍 無論是現在或未來 都能為你的溫生 帶來莫大的幫助 根據你所敘述 心中許多想說的話或吶喊 相信你在過去歲月裡 有著些許盡善而不平衡 在當時你照單全收 將負能量全罵在心靈深處 現今因為練習書中的心法 正負能量交換過程 會巧妙地將其洗刷乾淨 對於觸動的反應 只要多深呼吸 瞬間將能量長氣勢 在你做完練習後 身心必定感到超人的自在和輕鬆 好 感恩 好 這四至三十 我們一早讀完了 深呼吸 吸是能量長 那這裡指的能量長 是指的是負能量的能量長 然後你看這位讀者不錯 他一次把老師這三本書都看完了 超級生命密碼 超級生活密碼 超級健康密碼 在座的家人 這三本書有沒有人全部看完 有沒有 有 有 好 然後 超級生命密碼 是超級生命密碼的露食版 所以 你看完超級生命密碼 你帶你回頭去看超級生命密碼 你會對超級生命密碼 談的一切會更深入 因為超級生命密碼 是超級生命密碼的露食版 所以 觀念什麼都會讓你更清楚 邏輯觀念都更清楚 所以還沒有看這一本書的 趕快去看 然後超級生命密碼 談的是有關我們身體健康的一些方塊 老師講的 我們要修行 基本上一定要怎麼樣 身體要健康 如果你沒有健康的身體 你想要修行 真的也不是那麼容易 老師講 叫你靜在那邊做行動 你前後的身體都不舒服 你可不可以記一下 不可能 所以健康密碼 老師再告訴我們一些有關健康的方塊 所以這三本書很棒 如果真的沒看過 趕快把它們看看 然後老師講的 深呼吸 為什麼要做深呼吸 深呼吸都有沒有什麼 尤其重要 小不要 第一個 深呼吸它是幫助我們跟靈魂打交道 這是第一個功能 第二個功能 它讓我們去怎樣 接通天地的信息 所以老師後面有一句 你怎樣 你要常常都做深呼吸 然後第三個功能 深呼吸在幫我們怎樣 吸收更多的氧氣 也就是增加我們的含氧量 深呼吸 但是呼吸我們要懂得怎樣 做法要對 因為我們習慣 我們人習慣用嘴巴呼吸 用嘴巴吸氣 嘴巴吐氣 那這是不對的 我們一定要改它改真後來 我們一定要鼻子吸氣 用腹部呼吸 用鼻子吸氣 嘴巴吐氣 或是鼻子吐氣 那老師也在講 呼吸法你沒有做到位 你的心法很難做到位 所以你看我們每次在做心法之前 都會怎樣 老師都要叫我們做深呼吸 三到七次 有沒有 所以這個呼吸法對我們很重要 然後在健康密碼裡面 也談到呼吸法是一個密碼 然後我們要怎麼做 老師講的 在我們吸氣的時候 我們要觀想太陽的金光 還有太陽的注目進入我們的身體 然後一進來以後 我們要感謝太陽空空所有的愛的能量 幫助我們清洗心 然後所以你在做這個呼吸碼的時候 你心裡面要想一個 我每一個呼吸都擁有太陽的祝福 那你在做這樣的呼吸法 你會感覺怎樣 前身怎樣 能量滿滿 通體伸長 回去真的這個呼吸的密集 好好的回去練一練 那我們在做呼吸碼的過程裡面 老師常常會講說 做三到七次的呼吸 但是這三到七次不是說 你一定只能做三到七次 因為老師講 這個呼吸我要做到 讓你感受到非常舒服的時候 你才能怎樣 開始呼吸 但有時候呢 如果你做完三到七次 你還是沒有感覺 你很舒服的時候 老師講 你要更要 不是就馬上做呼吸 你還要繼續做什麼 呼吸 所以有時候 你搞不好要做到十次都有可能 十次、十五次都有可能 不是三到七次完 馬上整整的就可以做呼吸法 一般 有時候我們常常都會很趕時間 做呼吸法 我可能這幾次都會開心做心法 對不對 可是那個時候 你心還是沒靜下來 那個做心法的效果不是很OK 所以我們一定要了解 這個呼吸法對我們非常的重要 所以這裡面他問的就是 因為這一個人他在做的時候 他每次做這個呼吸法的時候 他感受到好像對他不是很OK 他會有很多的 好像這個人心裡面想要吶喊 就是說可能他身上的能量廠怎樣 不是很OK 然後我們都知道 我們身上的能量廠 負能量大於負正能量的時候 我們的生活境會不會好 不會好 所以老師也在 因為我看這本書上也講 今天你又碰到環老師 老實講 百分之百絕對是你的什麼 正能量不足 如果你的正能量很足 那老實講 應該你在生活上一定都會臨四歲 那你生活上會出現的一些環繞是 老實講 一定是能量不積極 那怎麼辦 老實講 要趕快我們環球知己 到底哪一個地方出了狀況 那從哪裡去掌印 老實講 基本上要從哪裡下省 地止規 小不曉得地止規 老實講 地止規 這個地止規在教什麼 做人的道理 然後老師要我們去看地止規 因為地止規 老實講的 如果你連做人都不會做 那你有沒有辦法積等 沒辦法 有可能你一向沒做到 你好不容易行善積頂德 這些德都因為你的行為機制不符合到 所以就怎樣 全部都關過 所以為什麼常常有人講 我每天都在做善事 可是我的肌膜肌為什麼都沒變 有沒有 對不對 那為什麼 老實把人告訴你 因為你沒辦法做 所以你做的 選手機就怎樣 前面做後面怎樣 後面漏掉了 沒辦法積起來 所以基本上老實講的 要趕快怎樣 從地止規裡面怎樣 去環球資金 然後去落實 去檢討 看看你到底哪些項 沒錯 然後去落實 六 老師常講 地止規裡面 如果說 這個地止規裡面有講的 100項你要做到 那有的人講 不錯啦 我已經做了99項了 只有一項沒做到 99%了很好 可是老師告訴我 錯 這一項沒做到 所有的怎樣 得都落光光 火燒功德裡 所以有沒有效 沒有效 就像這高18項 一定有一項就很容易生氣發脾氣 有沒有 那你回去一發脾氣一生氣 有沒有 要火燒功德裡 所有的功德全部怎樣 全部燒掉 全部沒有 那所以 一項都很重要 所以我們大家都在講 老師也一直在超級修行密碼 這本新書裡面 也一直在告訴我們 我們的生活還不能離開道 道也不能離開生活 所以也有人講 生活就是道 道就是生活 那什麼叫道 我們要去了解 你修行 你務必要去了解 何謂道 因為我們一談休息 結貴離不開道 那道是什麼 老師在這本書會講的 經歷 道就是什麼 天地真理 簡單講就是天地 然後講這個 有可能大家就聽得不太 天地真理是什麼 所以有人把它講得更通俗話一點 道是什麼 有人把它講得更通俗話 叫做良心 這樣就聽懂了嗎 所以我們做什麼事情 人都會問你一句話 你有良心嗎 有沒有 有沒有 你做什麼事情 有沒有 人家一定問你 你有沒有良心 然後有的人會回你 良心一斤我的錢 有沒有 這個是我們在環石上才會碰到的 有沒有 對不對 但是 所以 你要合乎到 你心裡面要常常去環球自己 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有沒有良心 對不對 所以人家說的 在沒有人看到的地方 你做壞事 對不對 你說都沒有人知道 可是背後 常常有人告訴你 你的良心會潛著的 有沒有 會潛著你自己 所以常常會怎樣 心感不安 有沒有 有沒有 靜下來的時候 你會都會想說 如果我談到這一個人 你剛剛不太對 有沒有 對對對 所以我們要修行 基本上要合一道 那總共合一道 通俗是這樣 就是良心 這樣你就聽了我 做事情想想的 你有良心嗎 你會合一良心 所以老師講的 要做事情 做怎樣 都要 我們要做一個善善良良的人 善良的人 完完全全善良的人 老師講的 修行要修正 修這一個正 正就是什麼 要心火能力 不要說 心裡面講的一套 嘴巴講的一套 做的又是一套 心火不能力 所以老師講的 修行就是要修一個真心 好 那一談到道 一定要談到什麼 德 對不對 所以人家說 德德德 有人會跟你講 你在修道道行行不行嗎 德行行不行嗎 有沒有 那表示什麼 所以一個道高得重的人 人家一看到你的行為即止 就會感受到怎樣 你都不用說 你只能站著站著走 一站在那裡 大家都會感覺怎樣 你這個人怎樣 氣以輝魂 有沒有 不太一樣 那會不會有很多人想要靠近 會 因為他上上身是一種什麼 德了光 一種很棒的一個能量廠 所以人家就會很想靠近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什麼?有德之的 所以所謂什麼叫德? 就是我們把我們心中的道展現於我們的身上 我們展現於外 我們的身體展現於外的一言一行 就是德 這個就是德 所以這樣你就了解 每次我們都常常看到道德 我們要去了解何謂道何謂德 那因為有人講道聽不到、摸不到、看不到也聞不到 但是你要了解道這些都看不到、聽不到、摸不到也聞不到 但是你如果透過修德 你可以驗證的道無所不在 你一定可以驗證的道無所不在 所以老師就一直告訴我們什麼? 道要讓我們生活都不能離開道 道理不會離開我們的生活 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在我們生活的一言一行 我們都要合理道 簡單講要有良心 做事情要有良心 如果你做什麼事情 心都把良心擺地 因為你怎麼做壞事? 應該就不會 對不對 應該不會的話 基本上做人的道理應該算合格了 那繼續還要向前邁進 希望能夠達到完完全全善良的人 這個就是老師所希望的 這一個章節導読完了 有沒有任何問題? 或是有人有什麼心得要分享給你們 老師好,主持人好 還有老茶馬家人好 我是李貴宏 我要分享那個超級三密密碼 因為我第一次看 我從來沒有睡那麼久 因為第一次看那個建成中 叫我趕快看,打開看完 我說好吧 那我剛好有空時後再看 看不到第幾夜之後 突然就很想睡 想看就看不下去 一看一看就睡著 突然說好吧,那我去睡一下好了 結果我不知道我在店裡睡了好久 一躺就睡了三小時 結果客人跑過來 欸?你是身體不舒服嗎? 我說沒有啊 我也不知道,就想睡覺啊 我說你從四點睡到七點 我說蛤?什麼?我睡那麼久 然後我下一下說我怎麼睡那麼久啊?奇怪 結果這本書他好像知道我累了 因為我的工作一直都很少休息 做得太累了,也沒有睡好 結果我感覺到我看到這本書之後 再讓我好好的休息睡覺 我從來在店裡沒有睡那麼久 大部分就休息半小時而已啊 結果放在家裡睡覺 欸?超好睡的 因為我平常也是會有煩惱心 就是孩子的什麼都會煩惱 結果裏方超好睡的 煩惱都不見了 因為自從我進來超晚之後 我就感覺說 欸?我怎麼心都開了 然後奇怪 欸?我的煩惱怎麼都不見了 每天都笑嘻嘻 每天看你都很開心 在笑嘻嘻嘻嘻嘻 對啊,我都不知道煩惱了 然後我這個感覺說 欸?我平常都會煩惱嘛 奇怪,為什麼? 我也不急不躁 也不煩了,也不急 就奇怪 莫名其妙 欸?怎麼那麼神奇? 是真的 我說,欸?這本書還超厲害 然後我就睡了 不管在什麼書 我就放在枕頭 我看一看就放在枕頭下面 超好睡的啦 一直回到家 我就躺著就睡著了 就好神奇喔 然後每個人說 我跟他講 這本書超好 我說哪有可憐 我說真的 包括客人進來的時候 那個我放老師的歌曲給他聽 我客人幫他做 我是做理髮的嘛 那客人我幫他理頭髮之後 他說睡著了 我睡得很舒服 然後我說 欸?看了你 我說,先生已經好了 我說,好了喔? 欸?你放了那什麼歌啊? 我聽得好舒服 我睡了一覺好舒服 我說,我已經很久沒睡覺了 我說,蛤?是喔? 他說,沒有啊 他知道你累了 這首功後在幫你心理療癒 他知道你心理的創傷 沒有辦法好睡 他幫你療癒 他說,真的喔 我說,這首歌要怎麼從哪裡弄來啊? 我說,我教你 你去那個天眼下載 就可以聽到我們太陽性的導致 他自己作曲的喔 那每首歌都有能量喔 他會幫你療癒 然後你聽了之後 你心情會很開難 心情會很放鬆 然後你會 因為我客人 每個人都進來之後 都說,欸,你等我一下啊 不然你拿電話給我好了 我到時候 好了再打換電話給你 他說,好啊好啊 結果,我抄給... 我這家抄起來之後 他回去,一下子又跑過 我說,欸,我還沒好呢? 他說,沒關係,我在這邊等就好了 結果我就排後面 就是等的客人很多 等我一個人 他說,欸,你們這個歌 聽起來好舒服,好舒服 我這好像整個心情都放鬆 欸,欸,不要煩惱啊 確實老師的書啦 歌曲都有能量 真的能量滿滿,超強的 包括我們那個單單機啊 我有一次就是去我兒子家嘛 剛好我想說要回家了 剛好開門喔 之後就... 那時候就是剛好走到門前那邊 叮叮,然後我就開門來看 她說,欸,上面樓梯、下面樓梯看都沒有人喔 然後我說,欸,怎麼那麼奇怪 然後我女兒說,欸,現在四十二點耶 半夜十二點,又不會有誰啊 然後我嚇一跳,我說,欸,對啊,奇怪 她說,啊,沒有人 我說,沒有,我看樓梯都沒有人啊 然後我就一直醒來,欸,怎麼那麼恐怖啊 我說,啊,我想要怎麼回去啦 很恐怖啊 然後我說,咳,不會啊,我不好啊 啊,我想到蛋蛋機 放那個導師的那個感人失禁 然後就放了一大聲 然後就掛著我在走到樓梯去 我就不怕,不怕 因為平常喔,那個樓梯我都有感覺到 因為我比較靈感嘛 有什麼不好,我也有靈感到 然後包括我走到那個,坐到樓下去 那個樓下來是不是 我彎彎走到地下室對不對 我就感覺好像那邊有那種東西 然後我都每次都會害怕嘛 結果我自從進這個蛋蛋機之後 然後我就感覺,欸,我要開車到地下室 也是有感覺那個樓梯好像不好,有怪怪的 然後我都放倒,所以歌聲都很大聲 只要放到地下室都放很大聲 結果就,欸,感覺蠻舒服的 那好像那種東西都沒有 小樓也有感覺到說,欸,蠻好的 對對對,我們兩個都放很大聲 然後有時候我帶我那個孫子出去 我就叫他唱那個感恩詩句 然後這是很神奇喔 我那個孫子會唱,唱的那個感恩詩句 唱得好大聲好亮喔 我說,欸,你唱歌,唱得越唱越好聽 老師都有聽到喔 我說,你趕快唱喔 哇,他越唱越大聲 結果,後來小娟有一次正在生氣 跟弟弟生氣 我說,小娟 在生氣說弟弟都不借他平板 然後我就跟他講 說,其實你也想想 搞不好,過去你就是跟弟弟 你也跟弟弟搶不借他 所以在現在不借你的 我就跟他講 我說,現在這是讓你回想說 你要愛與感恩 對弟弟有好一點嘛 你不要跟他計較 明白他說,我不要吃了啦 我不要吃了,我現在很氣他啦 我說,你幹嘛生氣 我說,你慢慢回想一下 就是讓你學習 愛護弟弟,我就教他 他說,慢慢有聽進去 然後我剛好就抽那個太陽星卡 然後抽起來,小娟說 富豬無所窮,踢得很準耶 然後我那個小孫子就是六歲而已 然後我說說,來,正好你也抽一張好了 然後他抽一張,就是分享 分享對不對,他說,有個好分享 抽得好準,老師說,你唱歌很好 就叫你分享,你趕快唱 就是很開心,越唱越大興 因為現在孩子很出味 他們的感覺,他會去聽 他會去學,他會去唱,唱得很大聲 就是說,修操馬真的是很好 讓你學習到很多 又不會說很害怕,很緊張 其實我們生活有很多不曉得的事情 做人處事 但是在這裡面就學了好多好多 大家在裡面都會很開心 又遇到很多很多我們過去的好朋友 就像親人一樣,都一樣親 好,謝謝在這裡,感恩大家 好,我們謝謝貴侯的分享 好,來 下次你可以跟朋友講幫他下載 超級生命名,夢想舞台 好,夢想舞台就可以了 因為那裡面所有的老人都把東西放在裡面了 他有機會去點到裡面 他知道心碼什麼什麼什麼 那他會更了解,那就有機會慢慢接近 你知道怎麼下載,你知道嗎? APP 我有用那個公信台 APP 尤其是用那個天然那個把 對 對 對 不會能把一文件成,就知道了 好,謝謝 老師,我們在於生命密碼的家人 我是淳于 我現在分享的是說 當你的正能量滿滿的時候 跟你的能量沒有那麼滿 不是說完全負能量 是沒那麼滿的時候 一樣的事情就有兩種期 我記得我去年在分享我租房子的那種事情 就是說 我當我能量很滿的時候 我的房子這樣一公佈 在591一公佈出去 結果當下今天來解 就是說我前一個房客來跟我解約的當天 馬上又有兩組人來跟我租 同時間不到一個小時 我就租出去了 結果時間到了,我要換租約了 就是最近大家也聽我在分享 我不是從去年我活過往生 今年往生 去年我忙到現在 我沒有真正的那麼的落實如法實修 我的能量場沒那麼滿的時候 所以說我跟中文大哥他們講 這個位置先等我 6月15號回來我再回來 那我講說 因為我自己很清楚 我的能量場沒那麼的足的時候 我發生了不可思議的事 這也是跟各位分享我們要注意的 OK 我房子租出去 是今年3月的時候租出去 又租出去了 租出去的時候 其實我們過去我的房子租人家經驗就說 我租給你 我就把我的帳戶給你 你每一個月的房租都會到我的戶頭 這樣就好了 其實幾年下來我都是這樣子的 那沒想到呢 今年就是這個月5月的27號 我老公要轉一筆帳出來轉給我 我要做某些事情 結果發現轉不出去 我覺得很奇怪 轉了兩次都轉不出去 就打電話到銀行了 到銀行的時候銀行說 你這是警示帳戶 各位你們聽過警示帳戶是什麼嗎 你們聽過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很聳欸 奇怪是什麼 這警示帳我們就問他 他說因為你的帳戶有兩筆來源 來歷 就是有兩筆錢進來 那筆錢的 會錢給你的人去 165 到我們是詐騙進來 好可怕 然後我們就開始查 原來那筆收入的來源 他講時間嘛 原來就是我的房客 會錢給我 因為他一直都是 他是這樣子 他說我那個月跟他收房租的時候 說因為他阿嬤過世 然後就是沒有時間 他請他的朋友會給我 結果就這樣出問題了 就是那個詐騙集團的 用我的帳戶就對了 那我現在再跟各位分享 是說真的 我們一定要 真的隨時一定要充滿的能量 充滿的光 因為當你的能量差稍微一滴的時候 你看這種事情 莫名其妙我就發生了 事實上在我的人生的道路上 我算是應該算是也是天氣的寵兒 我應該很好 可是沒想到是 既然是我的老公要匯款給我 他就是匯不出來 那我的帳戶是因為他要匯款給我 我的帳戶也出問題 好像是他好像有點是 就轉移帳出來給我的 變成我的也被鎖了 所以我兩個人現在辛苦都沒錢 我開始要來募款了 那因為發生這種事情 然後我就打電話跟 沒有 其實我們要講 因為我跟房客講說 你怎麼發生這種事情 然後因為他房租也沒有給我 我說我要就給他收 這樣我沒有收到 身上都沒有錢了 因為我是習慣是一個禮拜都買 就買菜的 我把所有錢全部買菜買光光 身上只剩幾百塊 連出來外面吃飯都成問題 我腳點完走 我說女兒你過來 我在那個 那個 就是巨蛋吃飯 你過來 結果他來的時候 我說媽咪 我上個禮拜不是剛吃而已 怎麼你又來了 我說 因為我現在只能用禮券吃飯 我沒有錢啊 然後講他聽之後 然後他就 我說現在我要講信用卡錢 沒有了 人人人外賺錢 你要趕快你現在去領錢給我 他說媽咪 你遇到詐備集團 其實是我才是遇到詐備集團 他給我吃一頓飯就要花三萬五 我現在講這件事情 就是說真的 我們 那我要講說 為什麼我的孩子 我一講馬上給我 事實上就是因為我們平時 我們的家裡的能量 就是我一直跟我們家人互動都很好 我很感恩天地 給我三個很好的孩子 所以我現在在 昨天孩子又到我家吃飯 回娘家吃飯 就開始講說 我覺得我很感動 我的女兒都揉著我說 媽咪當你沒有錢的時候 你現在沒有錢的時候 你趕快跟我講 我就把錢拿來給你 因為我不能費款了 所以我是覺得 我真的很感動的是說 當一個家庭出現事情的時候 家人的那個團結跟相信力 我要跟個人跟家 跟所有的家人分享 以前我們不是這樣 我們就是好像都是比較各過各的生活 就是說因為每一個人結婚生子在外面 都很 上班都很忙 都各過各的生活 但是當我來超馬的時候 我覺得說我們這個老母雞就是要摳 就是要摳摳 媽咪煮飯呢 你們要回來吃飯 因為我們上三月份去沖繩 是吃了那個蝦蝦飯 很好吃 我說我要煮沖繩蝦蝦飯 然後趕快回來吃 就你隨時就是要像這樣摳摳摳 那一樣的 我覺得我們這邊有一個老母雞 就是財王姐姐 我為什麼要講 因為真的 當我的能量量量比較低的時候 我覺得我 她的行為 她所做的一些 她都不用嘴巴去講 光是她的行為就讓我感動 我絕對不能再怠惰 她這麼用心的在帶著我們 真的苦苦苦心的一直講 呃呃呃呃呃 純宜怎麼樣呃呃呃 我覺得我好感動 我現在都去叫我過 因為我真的很感動 所以說我 我在跟各位家人分享說 我們左營讀書會真的很幸福 有沒有感覺 有 真的 還有我們中文大哥 所有的寶徒詩書 說他讀了很多書 他很貫通了很多的道理 是很淺顯意懂的 把老師的這樣的經驗 老師的這些東西 馬上跟我們分享 是不是真的很棒 所以我講 當6月15 從老師那邊得到滿滿能量過來之後 我們真的要不一樣的衝刺了好不好 因為我跟各位講 真的如果還沒有參加的人 還沒有參加報名參加的人 一定要報名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超級難得 因為我也是因為參加2017年老師的一場課程之後 讓我發現到 那種能量跟你自己在家裡修的能量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自己體會看看好不好 謝謝各位朋友 謝謝 好 不好意思 可能有時候 我真的把大家當成家人 這樣看待 那有時候 一些言語上 行為上 可能會造成大家困擾 很不好意思 我就是感恩不是困擾 所以 大家都包容一下 因為我也是想說 每一個人能夠體身是最重要的 因為現在的社會 真的太缺乏愛與感恩了 那我們要怎麼把它落實 把導師的所有的精神 把它落實在我們的生活上 因為導師傳給我們真的是天地真理 所以大家多多的包容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好 我們謝謝主持宇跟 彩虹 我們的帳戶不要隨便給人 我覺得這是得到的經驗 真的不要隨便給人 因為在超馬裡面 像有些學員要匯款給我 因為有些真的很不方便 那我是用私下的會給我們的家人 而且都是比較了解的 那如果用了使用了過後 把它刪除掉 因為我本身一定有時候真的會不方便 有時候碰面上不方便 那用了就把它刪除掉 我聽說我怎麼會怕到呢 因為我的帳戶一直在給我們的家人 但是我一直都很相信我們的家人 這個就是能量 能量具足的時候 所以這個都是 因為我在三年以來 我一直都這樣做 我覺得好像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所以真的就是能量 所以相信我們所有的家人 大家好像真的就一家人 所以我相信每一個家人就是這樣 因為互信就是這樣 取得大家的信任 大家的進到這個系統 因為你要進到這個系統 你必須要把導師的精神把它落實 落實了以後 你就不會有這種狀況發生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小郎 好 接著我們來導讀四支三十一 來 人生的成績單操支在籍 讀者提問 每天朝九晚五像個機器人 感到生活乏味 有時遇到突如其來的各種挑戰 覺得人生好苦 前兩天在臉書上看到超級生命密碼 粉絲專業 週末花了一上午的功夫想讀一遍 心情突然全然改觀 心中的喜悅著使 實在難以用筆墨形容 但還是有諸多人生方向問題 想當面起意 不知可否 太陽聖德導師解答 超級生命密碼 自2010年出版至今 已讓全球無數讀者 在最快時間內找回自我 並在生活中抓到無數奇蹟 能持之以恨真心練習的朋友 人生的戲碼越演越好 收穫頗豐 但也有些人因為快速改善的難以想像 隨後卻不知把握或缺乏真心感恩 在人群伏伏伏層層中再次失去自我 這兩種結果產生極大的差異 所以人生成績單還是在超知在即 若你很喜歡臉書上的內容 鼓勵你將超級生命密碼系列重書讀完 盡量用在自身在練習心法中所得 提升自我在生命或生活上的進步 並衝破人生中許多的成績 若經由這樣的努力 還有許多的不確定 再與我們工作人員聯絡也不遲 總之事在人為 成事在天 先將自己可調動的誠意、信心、耐力、恆心 及執行力做到位 並可深刻的品嘗自助、人助、天助的奇妙 好 感恩、其妙 好 這一段導讀完了 那這一段最只要老師告訴我們的 一切的一切 你要改印、要改命 一切的一切都超自在自己 然後 老師這裡面也講的有一段就是 我們在超級生命密碼系統裡面 是最擔憂的一件事情 什麼事? 因為進入了這個系統裡面 你如法師修轉變得太快 然後呢 很多人就會變成這樣 不珍惜 然後因為轉變得太快 以為事後 往後大概就會吹這麼順 然後很多人都因為這樣而離開的超 那這個就會讓老師很憂心 因為轉變太快 然後後來因而離開 那認為可能就沒事了 因為鏡已經撞了 然後認為以後就沒事了 那事實上我們也有一個 所以老師常常告訴我們 如是觀念要正確 我們一定要知道 修行這條路 一定是要怎樣 生生世世都要走 因為你再沒有得到天地的認真收穫 你已經成到了 那都不表示怎樣 你在這個修行道路上有所成就 所以至於你要有沒有成道 有沒有誤道 那都是天地收得算 也不是五字收得算 所以老師希望就是 我們能夠怎樣如法時修 然後在這個道路上 怎樣勇猛平靜 然後不要因為自己的一些小課題姐姐 然後就怎樣 應該以後都會迷失 不是這樣想 因為就是老師講的 然後又回到空城中 然後又呼呼稱稱 然後有的人怎樣 欸 各位怎樣 你判一寫又不好意思回來 這個很多 很多我們在超馬系統裡面也看了很多 很多人因為這樣子 然後又離開了 然後又怎樣 又因為面子問題又不好意思回來 然後就在外面怎樣 吳吳塵塵 這絕對不是一件好事 然後接著在這裡 老師講的 內喜新華非常重要 所以現在我們要趕快把書看 把超級聖利馬這本書趕快看完 看完我們趕快每天落實 步驟一二三 因為新華對我們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透過新華 我們可以讓我們的心能夠跟天地的能量相應 然後我們可以蒙到天地能量的祝福 隨時隨地 然後能量會遠遠不解的進入 所以我們一定要怎樣 要做新華 比如我常講的一個例子 湖內有一個家 他一開始就在超馬 他很高興 他也很認真 他幾乎每個禮拜都來參加湖內的經營會 然後很好玩 問他到底什麼密碼書看了沒 他說看了兩次 然後問他 你可以開始做新華 他說他不想做新華 然後我們說為什麼 他就回答一個 只是回答同樣一句話 我不想做新華 然後我們問他 那你進來超級聖利馬系統做什麼 他說我認為這個系統不錯 所以我就把書看完了 然後我們就在想這個問題 你看他認為這個系統不錯 可是他怎樣 他都只是在外面沒有進入 沒有進入他就不想做新華 然後每次告訴大家說 你要不要參加老師的課程 他也不要 那這個就像在澳洲講的叫window shopping 都在窗外看物品 永遠都進不到裡面去 對不對 結果最近發現他怎樣 他已經失蹤了 沒那麼多 因為你一直不想進到這個系統裡面 老師教你的你不想學 那我們也搞不清楚你到底來做什麼 對不對 所以新華重要不重要 很重要 所以我們常常會發生在我們家人裡面 有做新華跟沒有做新華 你一定會感受得出來 能量產是不一樣的 這個能量產也都會不一樣 如果這個家人他每天都有在做新華 那他的能量產會 還有有常常參加老師的課的 還有有常常參加菁英會的 能量產也都不一樣 所以老師昨天在網路共修也講 12項的課題又多了一項 要怎樣 要參加老師的網路共修 老師昨天又把這一項加進去 因為老師說因為你沒有產業網路共修 就像你的手機一樣 沒有update 沒有更新 所以你的資料永遠都是什麼 都是舊的資料 所以老師是希望我們好好的 既然要修就要好好的修 然後要修到有一點成果出來 對不對 所以這段老師講的 人生的成績單超之在急 你修盡有沒有想要成勝成績 那一切的抉擇而愛自己 自己的抉擇要還是不要 這個也重要 所以老師要我們怎樣 將自身可調動的成立、耐力、信心、恩心 以及執行力要做到位 這邊劉老師告訴我 這些都要做到位 如果你沒有做到位 那你想要有守成就可能會比較難 就像我們挑起生命密碼系統裡面 談的愛與感恩 那這兩個密碼是我們生命的密碼 然後老師也在另外一本書上講 他說感恩 無限的感恩再感恩 這個可以讓我們轉靜 所以都比我來講 我們常常會碰到一個好的鏡的時候 我們再說各位 你碰到好的鏡的時候 你可能會感恩 那你碰到不好的鏡 你會不會感恩 現在也會 所以說老師的意思是告訴我 你在逆鏡的時候 一樣你也要感恩 因為你一感恩 那個鏡才會轉 如果你不知道感恩 那個鏡永遠不會轉 搞不好會越來越壞 因為在逆鏡的時候 你只要一感恩 然後你心裡面想 這個逆鏡是怎樣 來讓我成長的 那我當然要感恩 你這個一個轉念 那你心內一轉 鏡就走 對不對 所以老師要我們怎樣 如果你一個在逆鏡中 你還怨天游人 那老師講你的鏡也會轉 會怎樣 越轉越差 不是越轉越好 是越轉越差 所以老師要我們怎樣 要做到渺渺感恩 就是這個道 就像昨天我們在訪僚經會 也告訴家人說要做到渺渺感恩 那家人講怎麼做 他們都不曉得怎麼做 然後我們告訴他 你要從每天練習感恩實踐室開始練習 然後再練到一個小時感恩實踐室 然後你慢慢這樣練的時候 你這樣做到渺渺感恩 所以我們就問了他們很多事情 然後他們也想 比如來幾個例子 因為在這部電影都戴眼鏡了 我們就問他 你有感恩過你的眼睛嗎 因為你看眼睛哭你多少 應該會延長這一段事情 你也沒有感恩過 然後我問他 你有感恩過你的車子嗎 你有感恩過你的機車嗎 有沒有 咦 他們也講一個一個都沒想到 對啊 所以這個要做到渺渺感恩 老師講的要對你的周遭的一切怎樣 年事物 不管是有生命的沒生命的 你那樣的怎樣 隨時隨便的進來 這個就是我們要落實的渺渺感恩 然後你非常晚套 所以他們的一聽以後他們就想 對 很多事情都沒有 好像都沒有落實那個愛你感恩 就像你看那個基督教他們每天要吃飯 他們都會先禱告感謝上天對不對 但是他那個只是吃飯只有會感恩吃飯而已 其他事他都沒有講沒有感恩 那一樣我們吃飯如果今天回去 你也可以吃 吃完錢一樣你去感恩你這一餐 你吃起來一定會感覺怎樣 特別好吃 真的會不一樣 我不騙你 這個就是什麼老師講的 物物有情 你感恩他也會回饋你的 好的能量 這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們一定 老師要我們去渡食 你要不要感恩絕對有他的意義的存在 好 還有你們來 來 素額要跟大家分享 來 老師好 主持人好 各位家人好 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就是說我們在沒有沒有感恩當中 我發覺其實像因為我們在辦公室 常常會碰到一些民眾的抱怨什麼的 那常常如果說我就這樣子 那平常這樣 可是如果你把我做了幾次的實驗 我如果去做對那件事情做懺悔 或者是事後去做感恩的話 那很快他那種事情就會很快就 就好像就不估計而終 就事情就很順就解決了 那我另外要分享的是說 我們前一陣子 因為剛好辦公室耐政補強 後來搬下來 搬下來的時候 我之前是會把我們的療育權力 或者是千年資源 被放在我們的服務台 那一陣子回來以後我沒有放 可是我發覺那陣子抱怨的 那個好多森樹劍好多 後來我想說不對 後來我跟我們通通講說 我們還是給他放 我就給他放到那個服務台 一個月真的很神奇 就沒了 就非常神奇 那一天是有一件 它是在反映我們的那個 那個不算是抱怨 它只是說我們的那個電視 因為我們一直在播放的是新聞 它覺得這樣子有違那個行政中立 好吧 我們再來放那個 換一下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老師的書 無形中其實還有蠻大的能量在裡面 那大家播放試試看 謝謝 好 我們謝謝樹人的分享 沒有錯 老師講的 世間的一切延遲物都是能量的放廣 那你能量組的時候 很多事情都會怎樣都會生碎 能量不足的時候 真的你怎麼想都想不到 怎麼這個事情會發生在我身上 對不對 所以老師講的 老師講的 你白的 你又有煩惱吃 第一次找能量不足 能量不足的時候 能量不足的時候 事事都順 能量不足的時候 老師講 連喝水都會塞壓 我們想說這可能嗎 老師說可能 能量不足就是這樣 喝水都會塞壓 所以這句話就在告訴我們 一切我們都要想辦法 每天都讓自己能量滿意 讓我們能量滿意的時候 那很多事情都會不足自得 還有沒有任何問題 那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把四字三十二一併導讀完 因為這一個章節剩下四字三十二 你也把四字三十二導讀完 然後我們請小菅 四字三十二 面對搭飛機的恐懼 讀者提問 每次搭飛機都會或多或少緊張 尤其遇到氣流電波時更盛 最近看到馬航飛機失聯的新聞 對飛行產生了更多的恐懼 請問應該怎樣來面對 做飛機的恐懼心靈 太陽聖的導師解答 恐懼來自我們不能掌控未知的下一秒 當思維羅的情有一個思想中心 讓自己認同可以平安抵達目的地 則心中無法產生平安感 在《超級生命密碼》這本書裡 所教授的心法 太陽會產生很好的默契 因此很容易在生活上的各個環節增長力量 當你駕定太陽的力量 不僅平時會為你帶來歡喜 更會讓你心很安定 當感到緊張或心中不舒服時 只要立刻調動心靶 很容易就波雲見日 這特殊結果也是不爭的事實 全世界各地讀者已有很多人因此而受益 平時有許多讓我們煩心的項目 並且隨時被各種難題所困擾 若懂得運用太陽的光和熱 可以穩定心理各種情緒 當整個心境都趨於平穩 就不知被緊張或不安所困擾 如果在一段十日裡都過著平安穩定豐富的日子 那麼這就是所謂的幸福了 好,我們趕入小尖 好,這個是面對大危機的恐激 在座這位家人就會像他長成這樣產生恐激 都不會,都沒有人會 還是會 還是會 那這一段 導賭完了這一段對你有沒有幫助 有沒有 有嗎 來 我告訴各位 有一個很棒的方法 老師講的 第一個 要做到苗苗感恩 你一上飛機 或是你上到高鐵 上到火車 上到汽車 第一個 你要做到苗苗感恩 對不對 第一個 你要感恩什麼 一豆浪的飛機 第一個 要感恩什麼 感恩飛機 飛機為你服務 這個一定要做到 第二個 要感恩什麼 感恩機長 感恩副機長 第三個 你要感恩 這個你就是做了 那你發生出去的就是一個好能量 然後呢 第四個 要做什麼 祈求太陽公公 愛的能量 祝福這個飛機 希望這一次你才平安順利 這樣 了解 你做完了這十件事 你在做在你的位置上 你會感覺怎樣 怕是很有安全感 我相信各位有機會的話 可以試試看 那 遇到亂流的時候怎樣 趕快再求太陽公公 愛的能量祝福吧 讓這個旅程更順利 因為這個 我們都試過 山正五 山正五 我第一次到日本去旅遊 然後一上街 我就這樣求 結果 提到我半個小時到達日本 然後我們這次到拉斯維加斯 也是提到到日本 到拉斯維加斯 回來也是很好玩 然後在去的時候 我就問了我們超媽家人 我說我們大家在這個飛機上 有一百多位學業 請問家人們有沒有做喵喵感恩 問了結果 十個裡面只有兩個做 八個都忘了喵喵感恩 那你去想 這個飛機上四五百個人 我們佔了四至四分之一 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四分之一的人都做了喵喵感恩 你想這一趟旅程會不會更順利 更順利 對不對 結果我講過了以後 很多家人聽我一講 在開始做喵喵感恩 所以這一趟我們旅行 一樣也是提早到七個鐘頭到達了美國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 但是老師講的 你心都 你有那一份正能量 顧出一樣 顧正能量一樣 會有一個好的能量回應 所以你想的 他這個大會計的恐懼 他講的 最主要就是 我們沒辦法去掌控下一秒 因為下一秒發生什麼事 我們沒辦法應付 那如果你心都很踏實 你知道我怎樣 我隨時隨地有太陽公共愛的能量的祝福 你會不會產生恐激感 不會 你不會產生恐激感 而且你隨時隨地 碰到狀況的時候 你隨時隨地就要可以怎樣 掉動能量 對不對 我們都知道能量的總源頭 就是太陽公共 對不對 那如果你能夠跳動太陽公共 太陽公共的能量是最強的 能夠跳動他的能量 你還在怕什麼 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去落實了這一些的時候 很多事情都怎樣 你會感覺都可以迎任而進 所以以後你再搭上飛機 會不會怕 我會 我會怕 甚至你你一坐上飛機 你一坐你就會感覺心很平靜 然後就拿著彈彈機 他開著你提示的時候 你在飛機上就怎樣 開始做心話 那你去想如果飛機上有這麼多人 都是超馬家人 大家都在做心話 那個能量講的是怎樣 更好 對不對 對 所以現在在超馬系統裡面 你現在你了解了 你知道方法了 你在搭外機會不會產生恐激感 應該不會 對不對 應該不會再有恐激感 所以慢慢的你能夠有漏實心話 你要跳動太陽的能量 可能會比較久待 所以做心話對我們來講非常重要 如果你有常常做你的相應會比較快 所以我們怎樣心話 一定要好好的如畫去做到位置 好 那這個集事我們都已經導讀完了 我們下個禮拜才要開始導讀集武了 好 那在這裡還有沒有任何問題 下分了 好來 請因如來跟我們分享 來當日本回國 我要分享的就是跟剛剛講說 搭飛機的恐懼有點關係 我搭飛機是沒有恐懼 但是以前我有去高證 就是那個吊橋 只要走吊橋我就會非常害怕 連那種很穩很穩 我記得那種有一次就花蓮 那個我忘記是什麼 好像是 就它是一個很大很穩 那個鋼索飛船 其實走上去不太會畫的吊橋 我這樣抓著我姐 我姐就說你太誇張了吧 這個明明就不會畫 但是就是居高就很 我就會很怕走那個吊橋 但是是想說居高證 有沒有什麼解決的辦法 後來就是其實就做操碼 就回到說正能量沒有充足的關係 就上次有一次又跟我同學去那個 湖裡玩 然後他就超愛吊橋的 我其實看到吊橋就想 其實也是有點害怕 但是在那一次走上去就覺得說 都不會怕 對就覺得說 而且那時候就是雖然中午 可是太陽有一點雲 但是有覺得有太陽光光照成 可是就覺得說好像正能量很充滿 就走就 就那一次就覺得很奇怪 那調查很長喔 他號稱台灣好像最長的吊橋 就覺得 奇怪怎麼這一次走都不會怕 然後就覺得說 我真的正能量充足是不一樣的 然後這一次就講說 去日本就是我們有看一個景點 它是說算是秘境 它那個地方是一個藤邊的吊橋 就是那個是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 他們就是說以前等於說有兩邊打仗 落敗的地方跑到那個山裡 然後他們就是為了說防止敵人追擊 因為要趕快把那個橋砍斷 所以他們是用藤邊的 當然現在他們日本是有做補牆 但是它就是一個 等於說是很有歷史的一個吊橋 然後那個吊橋 它不是像我們吊橋 就是看不到那個底下 它是這樣一個木板 然後一個縫 很大一個縫 所以你站在 你走那個木 走那吊橋 其實會看到下面的溪 非常的深這樣子 那起先為人是想說 我們以前這樣子 雖然後來這種吊橋沒有什麼問題 這次去走不知道會不會增加 結果我去走就覺得說 還好 反而是下來有人說 這個吊橋好像真的蠻可怕的 我說 對啊 是有點可怕 但是我們就覺得說 真的正能量充足 就沒有想說 就以前如果這種吊橋 就是照我以前有去到這個 我根本連走都不敢走過去 那這一次就還可以慢慢走 然後還拍一下風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說 真的是 作為心法 能量強 就是 對我們就是真的是 自己的能量都真的很有幫助 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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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武 好 那我們時間點差不多 那我們跟酒店差不多 我們有這個人 我們有什麼事 我們會不會再吃到 我們會不會吃到 那些風景 經典 我們會不會吃到